在这家卖枪的店铺开张以前 有多达4000个人连名写了表示反对的公开信 很多住在附近的人也都说 街对面就是幼儿园 而且不到一公里外就是一所小学 但是当地官员说 按照法律规定 必须要给予这家商店和其他商店一样的同等待遇 然而反对人士说 假如这座楼房的主人决定不把地面租给这家枪支店的话 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 这座楼房的主人是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者 他说他想把店面租给谁就租给谁 他们的生意是合法的 是从我这儿出租的地皮 我不明白枪支店和街对面幼儿园的关系 支持开店的人说 这里卖的枪是自卫性质的 以及可以用来打猎等等 这都是半自动枪 全自动枪的买卖有非常严格的管控 不在这种店里销售 这儿卖的枪比一般的猎枪火力要小很多 不过反对普通民众可以拥有枪支的人说 半自动枪恰恰是最近很多大规模枪杀案中 凶手所使用的武器包括康州那所小学的枪杀案的凶手在内 就像我们的市里每年要检查一样 大脑的健康也要经常检查才行 不是说所有持枪的人脑子都有问题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脑子确实有问题 店里的一位雇员说 不是谁想买枪就可以买的 要经过背景调查 要拿出好几样身份证 还要填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表格 我们这做身份检查 州警察局要根据人民信息 在他们的系统里过一遍 而且也不总是一蹴即成的 有时候会拖延一些时间 不过维州的一位州议员马克·莱文说 背景调查不总是有效 即使有背景调查 他们可以转手把枪卖给没经过 或者通不过背景调查的人 那些犯罪团伙的人 可以在网上进行联络 然后到这儿来 找个停车场就把买卖给做了 尽管反对声不断 这家店的主人 还是希望生意能够兴隆 在这家位于市郊居民区的店铺 开张的第一天 有几十位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 也就是民众持枪权的人 特意从各地赶来给予支持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 从维吉尼亚州发会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让我们看到 李宗盛